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哇 我从上一集的 这一集 你连衣服都没有换的吗 哇 我看到桌子上 有芒果耶 所以这一集会做什么 芒果是一米露 芒果是一米露啊 我妈讲哦 选芒果啦 我们选小绿的话 它就比较甜嘛 是不是 要嗅一嗅它的有没有香味 有香味 有香味就代表它是蛮甜的啦 那今天要煮的芒果 西米露 跟上一集有什么不一样 上一集的我们是煮 因为它是 很多贡 它还要再煮 还要做那个QQ糖 这个西米露 就比较简单 只是滚一滚那个椰线就好了 然后全部 打了成这样 直接放下去烙两下就好了 哦 我现在有少了一个东西 我的面膜好像不见了 哈哈哈哈 三个小时之后 采料是很简单罢了嘛 就是芒果罢了嘛 芒果还有第二个灵魂 沙狗西米露 沙狗西米露 所以其实这个西米露 我们事先已经是 煮过了 烫过了 烫过了 所以这一集我们就给你们知道 整个的步骤这样做 因为西米露其实是很容易烫的 你们不会烫哦 你们看上一集 上一集 按哪里 应该是随便来你们按上一集啦 OK 所以这一集呢 我们的芒果 就是主角 西米露 也是主角 当然少不了就是 这个芒果块 因为 待会我们就要把它装饰嘛 然后我们吃的时候也有口感 也咬到芒果的香味嘛 对 所以要准备两种 就是我大概准备给你们看 所以 教你如何切 当然我们要过水先咯 过了水去除那个皮的那一些 乌够 乌够了的时候呢 我们就切 可是不可以对中间切哦 因为中间有那个 它的心 它的种子在中间 所以稍微的偏 左一点 然后把它切下去 啊 为什么我们没有把皮 都先切开呢 因为 我们要这样做 切它的一块块的要先这样子 切了之后呢 切开 切一切它 有没有像那个泰国的那个 有没有 有没有 然后接下来我就交给王妈妈 然后我们就把它挂出来 把那个汤汁 剩下的这个种子哦 因为它 它 中间这个部分哦 我们都懂这个是不能吃的嘛 所以我们就先把那个皮小蛋 我们要拿旁边这个肉 果肉 OK 其实基本上就是要切旁边的这些果肉出来 OK 所以有了这些果肉呢 直接我们放进去 里面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搅拌 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搅拌 因为我们要搅拌 加这个生奶下去吧 准备一个鸡 我们将这个椰酱倒下去 然后我们将这个糖 60克的糖倒进去 给它煮 煮给它溶解 那在等它滚之前呢 在等它滚之前呢 在等它滚之前呢 给它的糖融融 融 我就可以在这边搅 搅那个 搅啊 搅啊 哇 搅到它脆脆就好了哦 所以我们这个煮了就好了 它汤浓了就好了 可以细火 OK 这个可以倒进去 然后我们再继续倒 倒进去啊 嗯 倒进去 好 我们就把烫过了的西米都放进去 好 开火煮的啦 不用不用 就这样子搅拌的 那就可以了 OK 已经搅拌均匀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倒进去 我们这个锅里面 我们就把这个冰 放进去 我们就把这个冰 放进去 因为这次的糖水啦 跟上一集的糖水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是纯芒果 然后加了上一集有的一个材料 哦 我看到那边 那碗大大碗的 我就看到它 一粒一粒一粒 呀 西米露 所以我们 就来试试一下 黄曼族的这一道 冰冷冷的 芒果西米露 这个是 基本上 你准备好材料 可以在很短时间内 就做好了 很短时间 对 只有两种材料吧 嗯 芒果跟那个 西米露 砂锅 砂锅 有淡奶啦 哦 还有淡奶 嗯 椰线是水 你要放也好 不放也好 嗯 哦 所以这个是有 椰浆的 所以它比较香一点 如果你们喜欢这一集的 冷冷的 芒果西米露的话 你们就把这个影片看完 其实这个影片应该是很简单的 应该是最简单的一集哦 最简单 最简单的一集哦 好 你们喜欢这一集的 芒果西米露的话 就分享出去给你们很有知道 给他们去学一学 然后给我们 帮妈妈一个like 两个like 三个like 五个like 拜拜 记得like share三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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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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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很酱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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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